針灸之耻、弃血之源 人生十二正经、十五落墨 印证出中国医理系统的博大精心 原来在固有的系统以外 更隐伏着另一组越位和针法 似乎中国医理的探索是不会画上句号 隐世的医术是可以不断寻找的 一种针刺治疗方法原本已经失传 在偶然的机缘下被发现和重新整理 这种针法医的虽然不是致命的 但是就救到千千万万个患上肌肉弄损 身体疼痛的病人 对于那些最容易整伤肌肉的运动员 疗效更发挥至顶点 可以说是针道病除 这种隐世医术叫做阿氏越邪刺 是传统针刺以外的治疗方法 上次开始没有治疗之前 你能够过到什么地方呢 就是第一次治疗之前 可以弄到什么地方 可以弄到这样 治疗之后呢 现在可以弄到什么 可以弄到这儿了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疼了 是吧 好 好 疼还是臀部里 不不不 撞了 原来在这儿已经不疼了 这儿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得把它挪过来一下 那么过皮的时候呢 这个针还是要直着下去 然后我再把它斜过来 然后让针尖向下一点 让它能够扎到肌肉里边 然后再推过去硬的 好 这个腿呢 跟这个腿就差不多了 是吧 现在你下来 你够过地 看看能够过到什么地方 下来 牆壁刚才好 疼吗 有一点 有一点 不像刚才疼得那么厉害了 是吧 但是深度下去了 为什么呢 张健是一位800米长跑选手 为了想突破自己 1分59秒98的记录 他不惜互相练习 最后引致右脚小腿 肌肉严重僵硬收缩 他参考过西医 和中医的意见之后 结果他决定接受 亚氏穴邪痴治治疗 那有没有看其他的医生 他们怎样说 他们说 反正这个做手术呢 不算特别好 因为不敢保证 做完手术就会好 要是采取针灸呢 就是说保守治疗呢 可能还有希望 因为做手术 它面积太大了 然后破坏性比较大 然后呢 就是说 恢复下来也比较麻烦 张健经过一个月治疗 期间在右脚小腿 加了二十多针 现在已经接近康复了 这样的感觉 其实是怎么样的 在肌肉里感觉 有东西在膨胀 那种酸胀 这儿疼吗 不疼 这儿已经不疼了 这儿疼吧 疼的啊 好 你知道的硬条是哪个呀 是在 最硬的在这儿呢 这也疼 对吧 这也疼是吧 这儿就不疼了 不太疼了 好 一开始我这个伤 就是比较紧 就是腿 就是三头肌那儿 有这么大一个硬块 然后呢 就是说通过扎针呢 这个硬块变小 而且那个变软了 不像以前入针的时候 比较费劲 现在呢 比较就是省力 然后拔针的也比较省力 以前是比较费劲 扎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很痛 还是怎样 就是肉针一下 还比较疼 但是扎进去 就没那么大的感觉 只是感觉酸胀 就大感觉 现在的进度如何 进度还算是不错呀 就是说比以前软多了 在运动员背后 穷尽三十年精力 克虎钻研 阿士越邪痴疗法的 是盧鼎 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为了做研究 隐居避世 要找到他一点都不容易 卢老师年轻的时候 在上海读医科 立志从医 可惜还未毕业 就被国家选派接受训练 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 在完全没有想象过的情况下 当年二十九岁的卢鼎厚 就由一个医科学生 变成一个运动员 行医理想 转化成运动场上的荣耀 卢老师 第一天也是当运动员的 但其实你觉得 你喜欢是当运动员呢 还是喜欢给人治病 其实我在小时候就想做医生 我喜欢给别人治病 我就是这样可以帮助人 恢复健康 那么但是由于后来的特殊原因呢 就不得不去参加体育活动 体育比赛 这样所以在有一段时间里边 我离开了学习 是被逼的吗 不是 是因为工作需要 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要当医生 想过啊 但是后来想呢 怎么样通过体育锻炼 让大家身体能更好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工作 其实卢老师是很恨做西医的 不过读不成医科 他都没有放弃 因为他潜心苦读 细要研究出一套治疗方法 来根治运动员的肌肉毛病 他用了近三十年时间 比较西医的物理疗法 中医的按摩疗法 针灸麻醉法 和中药透入疗法 终于研究出 阿士乙邪痴治疗法 令到很多病人脱离腐海 那你怎样去找到这个挟刺方法的 因为其他的方法都没有效 所以那个时候 针灸在咱们国家也是很盛行的 但是主要是针刺麻醉 它不是讲到肌肉损伤的治疗 那么因为其他的方法 都没有显著的效果 所以后来想到针刺会不会比较有效 为什么呢 有没有这个理论的以前 以前有的 什么时候呢 就在2000年以前 就是在这个《灵书经》里面 就有记载 就是肌肉的损伤呢 它要用这个针刺的 但现在还有流传下来吗 现在流传下来的呢 等我要学针的时候呢 我的针灸的启蒙老师呢 他听说山西有一位医生 山西 他是用这个所谓阿氏穴 阿氏穴呢 就是什么地方肌肉变硬了疼了 那么疼的地方 疼点就是穴位 所以叫阿氏穴 到了这个 申思苗的时候呢 他就管它叫做阿氏穴 过去在《灵书经》里面呢 它叫以痛为疏 就是疼点就是穴位 所以这个穴位呢 不是固定在经络上的穴位 如果不是劳老师 不辞劳虎访沉山西的 隐世名医 以及专研古医书 这种如此有效的疗法 可能已经失存了 用一针根字 来形容阿氏穴斜刺疗法 并不违过 因为经科学 以及临床实验证实 这种疗法 对于急性 或者慢性肌肉损伤 又或者由肌肉引致的 颈肩 腰 臀 腿痛 也有显著疗效 陈医生 阿氏穴指肌肉 哪里痛 哪里就是穴位 其实在西方的医学方面 有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理论 其实西方医学也有 他们有一个叫痛点 也针对肌肉的问题 有时会做痛点的治疗 我不是专家 但是有一个科研研究 就是说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穴位 有75%跟西方的痛点 是不谋而合的 他们处理这些痛点 就有时可以帮助肌肉的问题 对于痛点是怎样治疗的呢 有些呢 比如说他用手疗的方法 也有些是甚至在痛点 就打针 注射也有的 手疗就是用手按摩 手按摩 按摩 打针也可以打什么药物 去治疼 打其实有很多种不同方法 有些人是直接在这个位置 打治疗药 有些人就可能只打生理盐水 也有的 从事医学研究的 眼光必须远大 医治对象 绝对不会局限在一小撮的 运动员身上 劳老师苦心研究的真正目的 是要用这种方法 医治更多病人 以及令更多医生 学会这种方法 将它发扬开去 因为我一个人去治疗 我每天治疗不了多少人 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学会了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患者 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 那么另外我一个很重要的 很大的愿望 可以说是 因为到现在为止 医学界和体育界 对于肌肉损伤 还不够重视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医院 没有各个科室都有 就没有治疗肌肉损伤的这个科室 没有的 国内没有 国外也没有 有外科内科 就是外科内科 骨科神经科 没有治疗肌肉损伤的 但是肌肉损伤的 最近的报道 像98年美国的报道 他中老年人80%都腰疼 但是腰疼的原因 虽然很多 但是根据他们的统计资料的话 大约可能有三分之一左右 是由于肌肉损伤引起来的腰疼 那么井间腾什么的这些呢 也有好多事 希望随伤引起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希望医学界能够引起重视 目前这种疗法已经传到去日本 澳洲 德国 美国 巴西 法国 波兰 台湾等地 可以说是继针灸之后 另一项野起举世关注 来自中国的隐世医术 未有亚氏月邪刺疗法之前 运动员受了伤 都只能够勉强大伤比赛 而普通人只会将肌肉僵硬当是理所当然 就是这样 劳老师先立志要将这种疗法公诸于世 其实一般人都会因为肌肉劳损 而受尽折磨 更糟的是 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治理 甚至连自己伤在哪里都不知道 经过这种方法医治 简简单单在肌肉上刺一针 疗程短而见效快 而且疗效还很持久 好像这两位老人家 比劳老师医过之后 痛苦消失 简直有重生的感觉 去年底年三十 每天早上自己锻炼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腰扭伤了 锻炼是 锻炼做一个动作就是 这么下来这么歪 这么下来完整 下次动作过猛了一些 这下子就糟了 这个坐也走不下去 坐下去之后起来也非常困难 上床下床都很痛苦 以前有没有什么本来疑 所以我怕是不是骨头有问题 所以到医院去检查 检查之后 她说骨头没有问题 我开始以为是腰部 她说不是腰部 是臀部的问题 臀部的问题 后来拧着 腰部也砸了 完了臀部也砸了 砸了之后 后来我自己就能够走动了 我不知道在哪里 和我怎么说 我自己都说不定 不知道在哪里 和我怎么跟别人说 她就在一些不下 或者那些筋就震了 我的筋是弱了 一斤就震了 一阵就不痛了 我真的脚了 我的脚就不下 这段是我的 这段就不下 下面就不是我的了 所以就赞不起来 现在会不会 走的时候都一样觉得 完全不会痛 不会避 它又不是骨刺 骨刺也是骨刺 骨刺痛也不是这么痛 骨刺也能走路 骨刺已经空了 好像空到没有 不是我的了 两只脚都没问题 现在没问题 一种原本被忽略的疾病 一种原本被隐没的疗法 经过盧老师 蝎而不捨的钻研 逐渐受到重视 根据盧老师 他认为 除了运动员会有肌肉露损之外 其实一般人都会有这种现象 你又觉得是怎样呢 我想其实一般人 都有肌肉疲劳的出现 很多时候 譬如跟他工作的姿势 内容有关 但我想他跟那些运动员 那些过度训练的肌肉受损 是有些分别的 主要有什么分别 譬如说 我想可能那些运动员 他们可以撕裂肌肉 拉損 而是一个组织或结构上的变化 跟一般我们的肌肉疲劳 是不同的东西 那些是必须要医治的 是的 卢老师的研究态度 不单只是认真 可以说是接近疯狂 在研究如何去治疗肌肉损伤之前 必先要了解到 人体肌肉在超过习惯负荷之后 肌肉细胞的变化 为了要找出答案 卢老师竟然刻意去 捞损自己的身体 然后再在自己大腿里面 抽出一小块肌肉样本去做实验 他认为只有透过人体实验 才可以找出肯定的答案 除此之外 卢老师更加利用自己过路的部位 去实习斜斜针法 这研究了多久 在自己身上炸 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半个多月的时间 那也挺快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呢 我希望能够用一般的方法练习 一般的就是炸一个沙袋的这样炸 这样练习了 后来感觉效果不好 那么就买了一些猪肉牛肉进行练习 效果也不好 后来一想到只有在自己的肉上炼 这样的话 因为损伤的肌肉 受伤的肌肉 它扎进去是要胀的 但是好的肌肉 正常的肌肉 扎进去没有胀的感觉 酸胀的感觉 那么只有这个针穿过去的感觉 所以那自己就可以感觉到这个针 扎到什么地方去了 阿士穴斜痴治疗 首先是要准确地找出引致痛楚的受损部位 即是阿士穴 然后用针直向痴入皮层 再将针端斜向直指痛处 这套源自2000年前明书经的针法 终于被证实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那其实为什么要横着来扎 不用束来扎进 我们这个根据呢 第一个就是在皇帝内经上 就是灵书部分呢 他就提出来肌肉的这个臂症呢 就是肌肉的这些 或者是我们说肌肉损伤 他要用斜刺 不用直刺 就是真要斜着扎进去 不要直着扎进去 但是我们因为经过了一段时间 就感觉着呢 如果皮薄的地方 你直接斜着扎 没有很大关系 但是如果皮比较厚的地方 就需要直着 先直刺过皮了 过皮以后再斜过来 所以你们刚才看我呢 就是它是直刺过皮 然后斜过来 斜着扎到肌肉的这个地方 但是肌肉是外面 还有一层膜 比较滑 比较结实 那个针呢 前面又是锥形的 所以它很容易在上面滑 所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呢 是要顶住那个针 手腕前推一下 这束针呢 它的方向就会增加向下一点 然后再稍微用力 扎到肌肉里边以后 我再放开 再斜着推到肌肉里边去 加针之后 肌肉会产生震痛 和麻痹感觉 当针感消失之后 就可以退针 一针治疗都只不过十几秒 目前全中国使用亚氏穴斜治疗法 手势最纯熟 技巧最精湛的 当然就是劳老师呢 到底为什么 可以利用一个这么简单的方法 在极短时间之内 一次过令到肌肉痛楚消失 甚至彻底根治呢 简单来说 当肌肉超过习惯负荷 肌肉的收缩蛋白就会分解 令到肌肉结构产生变化 造成痛楚 而斜刺亚氏穴 就能够促进肌肉蛋白 重组合成 使到肌肉结构恢复正常 自然疼痛就会消失 肌肉也会软化 收缩伸展功能也可以回复 这个是扎了针的那个腿的肌肉 它就是结构排列很正常的 但是没有扎针的这个腿 它的结构变化就是 各种各样的变化 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它那个肌肉的 这个里边的收缩蛋白呢 它就不同程度的 有的就分解 其实你对劳老师这种压事越斜刺 有些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看了他劳老师的资料呢 我就觉得他在他的应用范围里面 那个成效也很好 但是如果从西方医学角度看 我就觉得最好可以 我们一起合作 用一个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 看看他在什么情形之下 用最好 用的效果是怎样的 如何配合 其实因为在西医处理肌肉 问题方面分开两个方向 一是急性和慢性的问题 急性很多时候我们说 肌肉可能有发炎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可能要用消炎的方法 休息 兵夫 或者你治疗 如果他能解决到急性的方法 我们可以当然 将他斜刺这种东西 用在一起 至于慢性的角度 我们比较着重他的成因 譬如在他训练的时间 那个内容程度 或者配合是否好 会否引起他肌肉过路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能帮助的话 我都觉得可以合作用在一起 三十年的苦心 后半生的努力 亚氏越邪刺这种疗法 当中包含着的 是医者对医学的一份热成 以及永不延倦的毅力意志 我后半生应该做一点什么 能够对于人民有点用处的东西 慢性病为人类带来痛苦 现代医学有各种方法去医治慢性病 食药 做手术 电疗 化疗 功效大 但是身体同时要承受重大的创伤 自然疗法另辟途径 纯天然的药物 没有副作用的治疗 是否可以为人类健康带来曝光呢 明晚 尋找隐世医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